时间回到5月6号 动画大学雾头翁舍成员郭家伟同学 在花莲县议会二楼的旁听席上 用手机对楼下正在咨询的议员做直播动作 进行议会人员全组无效后 带领议长主持会议的邱永双议员动用警察权 将郭同学强制驾离议会 这四人民 我们应该可以进去议会做直播的动作 我们应该可以自由的进去议会做直播的动作 今天我们就纯粹只是坐在那个地方 然后很静态的 很和平很理性的方式 然后去做直播的动作 请问一下到底这样子的情形 到底是所谓的妨害秩序吗 没想到事情还没结束 邱永双议员又痛斥东华大学是一间烂学校 引起更多人不满 为了平息风波 花莲县议会今天上午召开记者会 对不当发言表示道歉 我说东华是一个烂学校 它已经干扰到我们议会的运作 我有讲这一句话没错 刚才我也表示 对东华大学表示道歉之意 但议会旁听席到底可不可以直播或是录影 花莲县议会拿出议事规则强调 目前全国21个议会 只有高雄开放录影录影 其他县市则是需要申请 但顺应时代潮流会研究是否开放 而学生团体则是强调 在修法前还是会前往议会做直播动作 花莲县议会则是表示 质询画面都会在地方有线电视台上播放 有需求的民众也可以向议会申请 不希望有过多的对立 记住我们再看 欢迎来报道 你现在收听收看的是 参戴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席 在上礼拜我们第一次 推出了一个新的单元 叫做大远载报新闻 我们就请我们的执行的工作同仁 陈瑞泽来为我们报新闻 那之后也会有不同的朋友 不同的这些工作人员 来加入这个报新闻的行列 我们希望用比较简单 比较简短的方式来告诉大家 这一个礼拜非常重要的社会运动 或者公民行动相关的新闻 那其实在这礼拜 其实我们知道公民监督 国会人盟公督盟 他们其实也在立法院 开了一个记者会 这个记者会其实是谈到了 澎湖地区的议会 那好像并不是愿意让大家去直播 可是这也不是只有单纯 澎湖的议会有发生这个问题 在台湾非常多的地方议会 都有类似的这种情况 虽然它可能是开放你去录音录影 但是它未必能够愿意让你直播 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谈到这个开放议会的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们今天跟大家来邀请到的来宾是公督盟的张宏林 宏林你好 管老师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宏林可不可以先跟我们简单一下你们这个礼拜开的这个记者会 这个大致上的内容是什么 为什么会召开这样一次的记者会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公督盟 大家主要在做国会的监督 那这几年来也因为我们从2007年成立之后 去促成立法院的许多改变 那我们都知道如果要做立法院的监督 第一个动作就是要让它透明 因为没有资料你根本就无从开始 它开什么会讲什么话 它到底议案是什么 它到底通过了哪些法案 如果它不开放透明 我们根本就无从去做任何的事情 那这几年立法院的一个开放透明 我们必须平良心讲 我觉得心事逐步越来越进步了 那反观我们的地方议会 现在就变成是老问题 大家也开始因为国会的监督觉得说 监督国会很重要 但大家回过头来讲 那地方议会谁来监督 当有很多的公民团体 公民记者一般的民众 他们觉得对 那我也要开始来关心我地方议会到底在做什么 就他们就遇到一个问题了 最糟糕的是 根本连进去都不行 他告诉你我们议会没有开放 或者是他们进去之后说 那我可不可以拍照 你不能拍照 甚至有很多人 因为议会开会也跟我们平常上班一样 都在平常日 很多人他平常要上班 那他说没有影片 我要看影片 那有的他可能就是有影片 可是他只有在白天的时候播 你如果下班晚上回去说 那我想看今天开了什么会 他没有提供 那更夸张的是可能他 不告知你要开什么会 开完会没有会议记录 或者过去也有有会议记录 看起来形式上有 但他的会议记录是半年后才会出来 所以议会就产生这种非常多奇奇怪怪 因为20多个县市议会的 议会的状况都不尽相同 那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许多在各地想要去关心议会的朋友 就分别遭受到不同的一个遭遇 所以我们这一次就特别邀了几个县市的一些公民团体 或者公民记者代表 第一个这样就是澎湖 澎湖他们遇到的状况是 他本身的是一个记者 他们在地的一个叫被媒体 他们的特色就是说 他们想要来关注地方 是地方报 那他们就很关心议事的这个总质询 因为总质询很重要 就是我们的县市长出席到这个议会 然后有议员轮番的来针对他的施政的状况 提出一些疑问或者建议或改善或鼓励都好 那他们这种所谓的媒体要进去报导 既然议长或者是议员 既然是制止不让他们进入 那这是很夸张的 原来连不只是公民不能进入 连媒体要进去做这样采访 都被阻挡 那甚至夸张到说 这个当然公民记者 或者是社会各界都有声援踏伐 说你怎么可以这样的时候 议长还突如神来一笔 把这个那么重要的 这个议事的这个总质询 竟然把它改成考察 就甘主宣布说 那就不要开会了 大家就去考察吧 这是非常荒谬的 这等于也剥夺了 其他认真议员质询的权利 这个是蛮有趣的 这是一个一种 一种所谓的 更小当时期吗 还是说他觉得没有必要开放 那我干脆去考察好了 这个应该这么说 我真的会说台湾民主 当然不断的在进步 现在也在号称要进入第二次的民主改革 但我常会说 地方的议会 几乎是台湾最后的威权组织的地方 也就是我们很多的地方议会 所以他应该是我们认为去开放我们的政府 他应该去挑战行政部门的威权 一个非常重要的代议机构 一般我们想象的民意代表应该就是多元价值 多元文化 他们应该更前进的带领国家 带领地方先是去做更新的想象 因为代议的状况是他不用像县市长要多数的人支持 我们的议员是多习次的 他可能5%6%就当选 所以他代表各种不同的价值 所以想象议会应该是更前进 然后更愿意挑战 才能带着这国家的大机器走 可是很悲哀的是 我们的地方议会 现在反而都还是过去大家经验中的 这个可能效能不彰 可能甚至有黑道 甚至我们刚提到的 在进步价值反而是最反民主威权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这个心态事实上凸显 我觉得如果是更想要等太多 那我们可能还是讲个人的情绪的直觉的感受 我们比较怕的是他们是集体的封闭 跟集体的威权 还在对抗民主 所以这是很悲惨的 过去我们 你如果回想台湾的民主运动 过去都是我们的中央 或地方这些政府 我有行政资源的人很封闭保守 然后你看早期台湾的民主运动 我们根本抢不到行政资源 所以我们只能从民意代表 然后去对抗政府 然后去打击政府 然后带动新的价值 逼迫行政部门要妥协 要改善 可是你现在发现台湾的民主有点反过来 我们的民选的这些首长 反而至少不管你喜不喜欢 至少还不至于太脱续 就是还有保有他一定的基准在跑 可是现在反而在对抗我们行政部门往前走的改善的 反而是民意代表 他们不准更好 他们要求你这个反而更套退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这个问题会不会是来自于跟整个选制或是选举文化有很大的观念性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立法院是所谓的单一席次 所以他可能每个政党部都会推出他最优秀的人来 可是我们看到议会还是一种所谓多其次的一种所谓复数选举 所以就是你刚刚谈到说各式各样的人都可以进得来 那再加上所谓地方议会可能长期跟所谓的地方派系 甚至跟黑道势力是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一方面这个选制没有办法推出所谓的比较优秀的人来 当然这个选制有他的问题 那另外一个虽然可以有达到所谓的多元的这种所谓的议会议员的这种所谓的形式 可是他恐怕你只要去掌握特定的这种人或是特定的票数 你一样是能够进得了议会 我不晓得这样的一个差距跟整个台湾的选举制度是不是有些观念性 的确光老师讲到一个很好 我们最近有听到真的有一些朋友他在提说 那我们一位来的地方现实的议员的选举要不要有不分区议员 因为我们已经第三次进行了立委的不分区的投票 因为第一次当然是从我们2008年开始 所以我们现在等于是已经经历了第三次的投过所谓的不分区的选票 那也有人提说 对以后未来的地方现实的这议员是不是叫不分区这样子 当然是一个有创意的想法 不过我觉得这不会是唯一的问题 因为包含我们现在的金钱选举的一些方式 大者恒大大家越多看板 他可能就可以取得先天的一些优势跟条件 那民众普遍对于这些议员或者是选举的一个冷感 让他投票率除非合并选举 否则有时候这个投票率如果不高的状态下 大家反而只关心县市长是谁当选不去管议员等等 那这个都有一些联动的一些影响 那另外一个部分是老实说 立法委员也许在不分区这个选项大家觉得很棒 但是区域选举因为只选一席 他反而让 虽然说让偏锋被排除 可是他也变成独拿的状况 以往我们一个县市可能有两席三席 那现在就变成只选一席出来 这个对于所谓的其他的代议者 不同价值的代议者 他反而是在立法院没有办法去呈现他的一些价值 那地方议员事实上是属于多席次 通常一个区域可能选到五席六席 像台北市如果我们分这几个行政区 大安文山可能都选到十五六席的议员 所以他真的就是大概在6%上下 你就可以取得一个代议 所以这到底怎样的方式比较好 我倒觉得当然可以再去讨论 但至少从结果论 现在的选举至少产生的这些地方县市议员的代表 我们认为当然是不满意 那我觉得民众还是要负责任 因为如果今天我们撇除他是买票 或者是这个选入机构做票 如果我们排除这个部分 事实上台湾的选举已经进步到至少 我们每个人都有投票权 而且票票等值 票票等值的意思是他不像公司法 我又有很多股票 我是全台湾的前一百大有钱人 我的选票就会多几张 没有每个人一张身份证就是换一张 所以我们已经拼到至少形式上的民主 但是我们实质的民主 这种选举的机制 我觉得我们还是有点浪费了 我们好不容易争取来的这个选举机会 所以这是题外话 我觉得这一块可能是必须走 那另外就是刚刚我们提到棚以外 像花莲的重要就是我们的学生 东华大学学生 他就是看到现在花莲没有转播 所以他想进去转播 现在因为直播的软体都很方便 他去直播竟然被嫁出去 我们觉得这也是非常荒谬的事情 就是说你议会自己没有主动的 去把你的这些工作状况 让大家知道你反而是把他嫁走 那当天我觉得这个学生有提到一个 也是让我听起来非常大不可思议的事情 最后议会因为被这个社会舆论的踏罚之后 他们竟然最后说 因为我的议事转播 已经给地方的一个有线电视台来播了 所以这个属于他们的著作权 所以意思是说 我已经把这个委外给哪个家来播了 这著作权属于他们的 所以抱歉你们就不能在里面拍 这是什么 我真的要说回话 就这样慌疑 就可以知道地方议员的素养是多高 那桃园的状况也是过去 桃园大概在两年半前 我那时候也协助他们 最早他们在关心议会 那时候的桃园议会是没有转播 都没有转播 然后到他们抗议大家去关注之后 因为桃园的伙伴战斗力也很强 那最后他们关注了之后 做了一些改变 那现在开始有所谓的直播 但他的直播的问题是他没有随选系统 也就是说他播完 那就你家的事 要不就白天翘班看 那如果晚上回家抱歉就没有这些影像 没有资料给你来参考 那大家当然认为这不好 应该要有随选的这些相关系统 那他们过去想要做旁听又被阻碍 所以之前大概就桃园在地联盟的一些伙伴去抗议 抗议了之后既然也一样就被议长架出去 那大家当然为这部分产生一些拉拔 所以我们不只是这几个县市 这大概只是我们的代表 我们过去的经验嘉义高雄 很多地方在过往都陆陆续续有产生这种 跟地方议会拉拔的一些状况 那当然有些地方还没有感觉 像我们在台东也有一群台东公民监督联盟的伙伴 他们刚成立的时候就到议会宣誓 然后进去旁听 我比较压抑的是 他们进去之后我问他们说 你们进去有没有遇到什么阻碍 有没有人阻挡你有没有警卫 我们的这警察不让你进去 他说都没有也没有人管 他们连身份证都不用查 所以每个地方县市的状况不一样 当然像台东的状况不一定叫做他们很open maybe是他们根本还没有警觉到 未来当大家高度在关注的时候产生一些压力 他们还受不受得了 但这种压力有的是会顺着合理的部分 去改变他们的行为 去朝向更好 有些就会产生反制的力量 那这都是我们这次记者会 在观察呼吁的事情 那当然我们希望了 各县市议会未来都应该要比照 像立法院这样的方式开放透明 然后必须要把这些相关的意识 让民众可以监督 那这个符合我们在谈到民主政治 就是责任政治跟透明政治 你所做的事情你是公谱 你拿我们的薪水你的话就必须要被检测 而不是所谓的叫做你有著作权 这个我觉得政治人物拿我们的钱 哪有什么著作权 所以这就是过去我们看到 台湾最后一块威权的余毒 我反而是觉得是在地方县市议会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过去都在台民主政治是一种制衡政治 特别是在所谓台湾威权体制之下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反对党反对势力 会不断的去谈所谓的制衡政治这个概念 可是我们也常讲说其实一个社会的进步 未必会是来自于所谓的执政者的恩责 也不会是不一定是来自于所谓反对党的阶段 因为不断的政党人替不断选举 你会发现他们所追求的就是所谓大处的这样的一种选票 所以他会找到的可能都会是一般的这种大众 所以他可能会忽略了一些比较边缘的 那更重要是不断的政党人替常常会让这个政党之间是越来越保守的 会越来越相信的 所以更大的一个问题是所谓的透明政治跟责任政治 所以开放意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透明政治 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再回过头来讨论一个议题 刚刚是谈到有包括像花莲包括像桃园 包括像其他的像这个所谓的澎湖 他们都是遭到一些限制在现有的法规当中 到底这些地方议会除了我们听起来很荒谬的理由之外 他们用什么样的法律或是用什么样的办法去限制这样的一些财法 那在台湾有没有相对是一个比较好的议会的这种所谓的开放的模式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欢迎收看大远载报新闻 带您回顾一周摄影重点 2016年公斗团体在6月14号上午贸雨前往行政院 要求行政院未来核定劳动部延拟的劳动基准法 纠正草案时应该停止砍价修法 来保障劳工当价的权利 近20位工会干部脱光衣服、紫身内裤 来回家中校东西路及中山南路口裸声抗议并高喊口号 劳动部长郭芳玉就任时就对外宣称要还给劳工7天的国定假日 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破工 就有劳工团体批评新政府的周周二日根本是谎言 依据现行的劳基法第36条规定 每7天当中就有一天为例假 除非遇到天灾或是突发事件 否则不能挪动 若资方挪动则需发给加倍的薪资及补价 并折社运新闻跟我们的未来国民教育课程有关 教育部首都公开邀请全国学生 咨询课程省议会的学生代表产生方式 来自全台各高中大学80位学生主动报名前来 热烈发言 也仔细聆听教育部的说明 草案研究小组召集人政大庄国荣指出 办法可以不限制学生年纪 产生方式和人数才是重点 学生主讨论产生方式 也普遍认为课程会代表学生比例过低 认为应该删除或是删减家长代表 减少专家名额 以增进学生教师 并彰显学生为教育的主体 教育部还表示 今天会议之后 之后还会有中南部的尝试 将增询学生意见作为修正课程会组成 及运作的办法的参考 以上就是这周大远载报新闻 我们下周见 刚是我们上个礼拜的大远载报新闻 我们可以看到其中一个非常重要就是国并假日放假的议题 事实上民进行政府执政之前曾经有声称说 我们国并假日被扣掉 我们要还给所谓的这些工人 这些民众 可是事实上我们如果真的仔细地去检视 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国并假日 当时民进行说法的话 或者包括后来的这个劳动部的说法 你会发现这其实就是一个招塞目式的这个话术 跟国民党并没有什么太大两样 而放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的权利 在台湾有已经几乎是全世界的高工时代 前几名的这个国家 所以这个放假议题 我相信是跟绝大多数的民众 听众朋友都有非常大的观念 所以我们要特别的关注 我们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要跟大家谈的是有关于公民监督议会的这个问题 那我们今天在节目跟我们一起邀请到的是 公公盟的张宏敏 宏敏你好 关老师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上一段的节目有特别谈到的 台湾有几个议会的这个例子 那我们听起来都会非常非常荒谬 这特别是所谓的著作权 我想这个公共人物 这所谓公众人物在行使公权利 这件事情它其实是没有所谓的著作权 因为它就是一个公共事物 特别是在议会咨询 这倒是听起来是 我想大概是全世界非常严重的一个笑话 我们看到这个几个例子 它是让都是比较限制 我想在实务上面 我们刚刚是只是从所谓的选举文化 或选举制度来进行分析 可是在所谓的实际的这种 所谓的一定有一个办法 或是一定规则去限制这些 不管是直播也好 或者是转播也好 甚至在现场录音录影 他们用的这些规则跟办法是什么 为什么他们可以 地方因为可以限制公民去做这样的事情 当然这个其实就跟我们现在民主运动了 老实说立法院到现在事实上都还有一些限制 我们在所谓的民众去知的一些相关权利 不信你如果去看立法院的随选视讯这些所谓的转播 你如果想要下载这个影片 他还警告你这是出作权 你不能下载 所以是不能下载 对他就是不能下载 而且我觉得我之前还遇过很有趣是 在我们上一届的时候 跟立法院这边在谈说 我们可不可以做去加接这个影片的时候 他那时候正要开放 他还说如果你的这个软体或者网站去加接这个所谓的影片 你有一个前提 你不能在底下有留言 你不能去做评论 不过现在卧槽不都是在做类似的事情吗 其实应该说我们现在都在做挑战 这个我们认为不对的事情 这个就是我们在谈到公民不服从的部分 等他来提告 所以共同盟最早期 因为我们现在的议事转播是2009年2月开始转播 那共同盟在2007年刚成立的时候 刚也要经历第七届的立委选举 就是立委减半后第一次的选举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拟了一个所谓的国会改革承诺书 其中就问他们说 你当选之后愿不愿意把议事的转播公开透明对外 那每一个候选人因为怕我们选前会公布影响他的这个选举状况 所以他们都几乎都千愿意义 所以等到我们选举过后有将近七成都有签署 所以我们应该这个拿去立法院要求他们要去转播 所以就有了一套这个我们讲的立法院的议事选选系统 简称叫IVOD 那那个部分开始的时候就遇到一个问题 你若要下转他就告诉你这次自卫财产 而且他很讨厌的是 我们刚提到的他会用各种方法去阻碍你 他有转播你不能说他没有 可是他只要一年半 又经过三个会期他就下架 让你再找不到了 那所以我们就怕他就下架了 没有这影像 当初我们又要求他们他们又不愿意 我们就只好透过一个 这个有人帮我们写的软体 直接就把他的影片给下载下来 那下载下来之后我们都知道有风险 有可能有人会提高 可是我们之后就一直等 结果也等了两三年都没有人理我们 让我们有点小寂寞 所以当初就是希望去挑战这个不合理 那现在立法院当然新的这个立法院院长 基本上对这部分比较开放了 不过其实还是必须要再去做一些观察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现在等于是说 我们就必须从刚刚的议题来 有些是完全没有 有些是有 但他用技术上的方式让他不完全 那这都是我们觉得要去挑战 像花莲 我们公都盟他们当初在监督地方议会 议会的会议纪录是半年才出来 那所以你也不能说他没有会议纪录 只是他出来都半年后了 那现在新的议长他们在上次九合一改选 新的议长稍微积极 开始也有影片 开始有一些随选 那另外一个部分他们的议事录终于 从半年变成三个月就出来 所以这个都是必须要再去跟他做一些角力 然后大家要去做一些拉拔的部分 所以实际上面规则我看到有几条 我是都觉得非常的离谱 说今天能不能够录音录影 事实上必须要经过大会或是会议主席的同意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方便 是说这群人是被监督的 那我们录音录影 其实基本上它是一个报告的过程 我还要经过一个被监督的人同意 这实在是听起来是非常非常荒唐的事 所以这个也是我刚刚提到 你会发现台湾的民主的转型很有趣 过去是这个衙门 我们觉得是威权突破不了 所以我们只好藉由比较容易选上的民意代表 去帮助我们去冲破这个衙门 现在回过头来讲有很多的民选的 縣市长都越来越多了 然后他们反而为了这一次 我们刚讲舆论的压力 他们至少比较会中规中矩 中道的去做一些改变 结果反对民主化的 反而变成是过去我们台湾民主很重要的冲破 如果大家回头去看民进党早期 甚至在党外还没有主党 你看哪个不是就是过去的民意代表 带头在冲撞我们的衙门的体制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笑的事情 所以这也是我们讲的台湾反而现在回头来看 很多东西都还要再改进 可是地方县市议会的问题反而很多 那刚刚广老师讲有没有什么法规限制 回过头来有没有法规限制还是小事 我们现在看到有很多地方议会更糟糕的是 他直接立法不准你来拍照 不准你来摄影 他因为现在我们在冲撞他 他不是好好的反省说 那我们要想一想是不是要符合民众的期待呢 是不是在政治学理上民主就是要开放 不是他们现在反而去定不准你来采访的法规 哪一些县市议会是越去挑战他越去冲撞他 结果他就应该保重 我们现在看到包含澎湖的部分 这次来报道就是这样子 他们干脆在启动要去修法 他们甚至要限制这些旁听拍照的部分 那过去我们所看到的部分 其实花莲现在也有这样的一个味道 他们在我们在冲撞过程当中 他也在调整他是不是应该要去调整这些办法 至少我们都有听到这样的一个说法 那过去的部分当然在早期更早之前 我们看到的部分包含这个所谓的 在地方里面我们看到苗栗的部分 苗栗是一个我们觉得也是一个 值得去观测的一个指标是 我们在2014年的时候曾经有做过一个调查 就是针对地方县市议会透明的状况 然后来跟他的财政的部分 你做一个联统的比较我们得到一个结果 财政状况越糟 欠钱越多的县市 通常他的议会的透明度是越糟的 也就是说他几乎开会不跟你讲 没有会议记录 没有录影转播 没有直播 事后当然也不会有这些影像跟影片 那这几个县市通常都很糟糕 我以苗栗为例 苗栗到目前为止已经22年 议会都没有三半毛钱 也就是说这个议会几乎都没有在做行政 都全数中国 当然说法是我觉得这个民众的名字 我觉得大家可以仔细去想一想 说法当然是苗栗当然要更多预算 苗栗当然要更多经费 他们怎么可以我们怎么可以删预算 我们钱就不够了怎么可以删 我觉得民众如果被他们这样就能呼嚨 那就是表示你搞不清楚状况 这个预算如果今天是中央给你的钱 我可以接受你说不拿白不拿 中央都要给你50亿了 你干嘛还删说你不要给我50亿 你只要给我42亿 然后把这个8亿退回去 不如果是中央给你钱 你当然想要照当全收 但是我要说 地方县市的预算编业是地方的人 你们未来自己要去负担的 也就是说你今天的县市长不断的举债 未来那笔钱就是你们地方的居民要换 当然你可以说那赶快搬户籍搬到台北搬到哪里 我放OK无所谓你可以这样去走 但是至少我们实际上的状况来讲 你如果对你自己出生的地有感情有感觉 现在地方县市在所谓的三减 或者是把关的预算就是从你们苗栗口袋里面拿出来的钱 到时候要还那就是你们自己要来还 所以那个不是中央补助的钱你说越多越好 干嘛要三减步 那就是你们还要把关的部分 所以这个是我们觉得民众也必须要去有警觉的一个事情 预算的权利事实上是地方议会非常重要的一个监督的一种工具 那如果这个议会的这个议员连这个都放弃 实在是让人家觉得非常不可惜 因为他不是一个单纯的三减预算的问题 还包括这个预算的分配跟使用是不是合理 即使你都三减预算的这个分配跟使用 你也要好好的看着 要不然这个人民选你出来是要做什么的 那当我们也听过一些地方议会有一些非常离谱的事情 例如说我记得工夫有一次去个地方议会去做报道 结果我们想要去看这个所谓的签道表 就到底有哪些议员来这个议会的这种所谓的开会 事实上他变成是一个机密 我不晓得你们在跟这些地方的团体接触 跟地方议会接触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有一些非常让人觉得很不可思议的这种类似的状况 没错我就举桃园的例子 桃园之前是桃园现议会我们去抗议 那之后升格那就变六都之后他们就变桃园市议会 桃园市议会当初这样子在当时还没有进行就上一次九合一选举的时候 我们这些志工要进去拍照 刚刚讲的一开始他们没有警觉 因为一开始当不开放房地 那之后进去之后 他们的习惯就是会去拍照拍议员的签道表 那可能有议员看到不爽他们大概有跟议事人员讲你怎么可以让他拍照呢 所以之后这些志工进去要拍照的时候 哇那议事人员就赶快把那个单子抽起来 就说这是机密你不能拍就跟管老师刚刚提到的一样 那九合一之后因为有几个所谓的小党或者是一些独立的候选人进到这个议会 那我们的这些公民的朋友就拜托这些议员说 那你签到的时候因为他们现在不让我拍 你签到的时候可不可以让我们去拍那个签道表 那议员当时说没问题他们愿意帮忙 那这件事情又被知道了之后 他们总不好意思在议员要签到的时候把那张单子抽出来啊 那结果桃园市议会最后怎么做呢 你如果到桃园市议会 你进去前要在他们的守卫市签到 守卫市的那个柜台后面呢有一个柜子 那个柜子呢写上所有的议员的名字 所以呢他为了防止你去拍他签的总表 他们就创了我不知道能不能称全世界啦 至少是全国首创就是 一员一人一本签到本 所以就是每个议员他只能抽自己的签到本来签到 所以他也看不到别人的 既然有为了签到这件事情保密成这样子 你就知道多荒唐 那另外是这个要骂一下嘉义市议会 嘉义市议会在前阵子我在监看的时候 包含你去看他的会议记录 会议记录有 你去看 有 但是呢我特别注意几个指标 第一个就是出席 他在这个会议记录是有列 但是他的出席没写 缺席也空的 列席就全写 这就好玩了 因为列席是官员 你请假他就不假思索的修理你 你没来或干嘛 可是他们议员的自己的议事记录的出席跟缺席 既然就是空白的 那你就知道为什么我刚才提到说 有一些民意机构 他可能有这个常设的 一般我们认为民众的自私已开 他知道他不能不提供意识的资料 可是他提供你 你又知道大部分民众不认真看 他就在里面取巧 把很多的资讯不完整 那就非得要你去把它揭开 所以刚刚讲的签到等等 那个最终的目的还是回头到 到底这个意识有没有公开的透明 那另外也会遇到以往有过 这个也是另外一件在嘉义之前发生的事情 就是嘉义因为现在有公民团体 在里面进驻在关他 我觉得管老师 大概就是这群这些学校也很认真 所以中正啊 或者是嘉义大学的一些学生 开始进到议事殿堂去监督 所以也开始统计 因为他对外刚刚提到的议事资料不透明 所以不知道是谁有签到 所以他们只好自己进到里面去做这些登记 有一个故事很有趣 就是有个议员哦 他白天没有开会 他在下午四五点竟然跑到议会殿堂 要去签到 然后结果呢 议事人员不准他签 他很生气说 为什么不给我签 以前都可以 原来以前都可以 所以他的意思是说 我现在没有开会 可是照以往我只要当天 五六点下班前来签 你就要让我签啊 就议事人员不敢 因为他知道白天有公民团体在监督 明明都宣布敲锤 都宣布三会了 你就是没出现啊 你怎么事后我敢让你签到是有道 所以因为这样子 那个议员大发雷霆说 谁谁这样子做决定 你就看这种议员还有脸大声在喊 谁做这个决定 所以我觉得这是很荒谬 都要去踏法啦 所以这个部分 大家都可以看到地方议会 还有许多我们觉得荒谬的事情 那这也是因为这样子 我们更要让它透明 所以这里回到关老师一开始提到的 你就知道议会透明多重要 让议会开放 就能让更多的丑态 荒唐的事 这些威权的余毒来现行 才有机会来改善 地方议会的政治生态跟体质 那让更多对的人进入 让不对的人淘汰 我觉得这很重要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 特别是你刚刚谈到那个画面 那我就想到应该是杨宝林 在老历委在过去的国会没有改选时代 那一些很多老历委某某的这种所谓的蛮堪 或者是一个不民主的这种所谓的行为 我没想到这样的一个行为 已经还是持续的在这个地方议会发生 我最后想要请教一个问题 就是民众可以怎么样去参与这些国会监督呢 当然以工作谋来讲 我们当然就不客气的说欢迎大家可以来帮忙 因为我们目前是有培训一群就是处立法院的观察志工 那因为现在很开放国会频道了 那新媒体的这个收集也越来越方便 所以我们未来甚至想要参与一群处家的观察志工 因为我们算过立法院一到五开会 大概开四个会期 那一三四四八个会 二跟五四全院的院会 我们算在一周大概有100多场的会议 那如果这样子加起来 就是一个月大概100多场的会议 那四个月大概将近500场上下 400多500 所以如果每个人愿意一个月 帮我们看一场会议记录 我们大概只要100个人 这样子来帮忙一个月看一场 所以我们当然希望未来就是可以 有更多人来帮忙去看地势的表现 然后把这些资料注记 那当然国会我们已经有高度的关注 也有很多的媒体在关心 所以国会我们在第九届看起来都很认真 但现在的问题是在地方议会 那老实说地方议会更难兼述 这个黑道恨行等等的问题 我有时候跟佩服这些地方议会监督的伙伴 所以当然拜托你们去支持他 如果你们地方已经有这样的团体 那是你们的万幸 去支持他们 成为他们的志工去协助他们 去捐款给他们 如果你们的建制还没有这样的组织 我们当然也希望一些有心的朋友一起来做 那宫都盟我们从四五年前开始 虽然我们自己还是一只小鸡 只是大一点点 但是我们觉得有责任 也去协助支持这些各地的地方的督导 议会督导团体 所以我们每一年都会把他们群聚在一起 然后来做一些交流 然后提供一些大家各自的经验 今年大概也可能在七八月左右会来举办 那另外我们在七月左右也会公布 我们在2014年有公布了一份 各地方议会透明度的调查 那我们大概在七月左右也会再公布 2016 因为2014的时候还没有选举 2016等于是921选举之后 我们也大过了一年多 我们认为是一个很好的检视的机会 看哪个县市进步幅度最大 哪个县市完全到现在还是黑箱不透明 我们希望公布给民众 然后透过我们在地自己的舆论的压力去逼迫你们的地方议员去做改变 那我觉得台湾才有办法让我们真正的民意机构快速的呈现 我还是会认为我们既然认为没有正常的国会就没有正常的国家 同样的没有正常的议会 也不会有正常的县市政府 所以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今天非常谢谢红林来跟我们分享 所以我们听到非常多 听起来其实有点黑色笑话 有点悲伤 但是又觉得很荒谬的这些情形 可是我想在一个民主社会的这个年代当中 我们觉得这个情形是不应该发生的 而怎么样不应该发生 恐怕是我们要有更多的参与 非常谢谢红林来接受我们访问 谢谢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天空的眼泪 吸过了时间 爱来不及发现 曾在手中的幸福消失不见 心中的黑暗 掩盖了希望 忘记要相信 生命的动力 是原子梦 万千走